字幕志 李宗盛 今天我們講的題目 比以往講的更大 做學術 應當要訓練一個 很重要的能力 能化繁为简 能从极为纷扰的现象里面 取得提纲切灵的掌握 这样你真是在学术理念 在学术的认知里面才真正有所得 而且不会自我混淆 甚至可以永远在你的学术心灵里面 非常明朗 非常清楚 如果你今天所读的书 过几天你就忘了一干那净 那就是因为你在读的时候 你没有掌握药医 你自己也开始进入学术之门 如果你不能够慢慢地 往一个学术的江河里面 去理出你的主流 你的支派 那总结的那是洪水蔓延 同样的你也不能没有掌握到 这个他的条理 如果你总觉得我对这一部分 也知道了某一些见解 这一部分也知道某一些见解 可是所以却永远没有把它统合起来 总觉得资历破碎 那这样你就撕掉了你应有的思辨的能力 不外乎分析和统合 分析和统合 我们今天拿这个就是要来说明 在非常复杂的一个现象里面 我们如何把它梳理出来 所以我们这个题目叫做 论说戏曲亚俗之推移 戏曲亚俗之推移 我们戏曲里边 亚俗其实有两大系统 拿两大系统 我常挂在嘴边的 不知道你们还记得不记得 就是拿戏曲的词这部分 唱词这部分 它是用词或者曲牌 词牌或曲牌 词曲细 也就是它的唱词部分 是词曲那样的形式 所以它是长短剧还是奇言题 长短剧 对不对 那么这样的一种词歌词 它运用的音乐 就是以曲牌为它的载体 所以合起来就叫什么呀 词曲细 曲牌体 细是它歌词 体是它音乐的形式 叫词曲细 曲牌体 另外一种呢 就是 歌词是奇言的 像诗一样的 七个字 或者是这样 赞 赞会谁吧 赞成 赞叹的那个赞 可以言字边也可以 不要言字边 所以叫做诗战系 它因为没有曲牌 没有弓调 只有板腔 是叫诗战系 板腔体 这两大体类 那么哪一种是 雅的啊 词曲细 曲牌体 哪一种是俗的啊 是诗战系 板腔体 这个各位应当都有相当的认知 这两体 你们知道吗 在这个音乐界啊 能够把它说清楚 来龙去墨的 却不多 尤其词曲细 曲牌体的 那讨论的更少 只有一位呢 讨论到诗战系 板腔体 可是我看那一本书 他大陆一个 这个的开创 的研究者 但是他只在说现象 只在说这个什么呢 诗战系 板腔体 在剧种里边有哪一些剧种属于这个 譬如说 帮子枪啊 譬如说皮房系啊 他只在介绍这些 而对于诗战系 如何形成的 为什么诗战系 要和板腔体 结合在一起 也没有进一步的讨论 而诗战系板腔体 它形成以后 在文学在音乐上 有什么特色 为什么会有这些特色 更没有深入的讨论 那黄论 词曲戏 曲牌体呢 因此这个可以说啊 在戏曲的研究 或者戏曲音乐的研究 都还不到位的地方 在我看来 还不到位的地方 也因此呢 在十几年前呢 你们施德玉老师啊 现在两岸的那个 一个大铺头的书 叫戏曲字 快编完了 你要趁着人家还没用它的时候 你去运用它 那么运用 先从由南入意 还是由意向南呢 当然要从简易往南 这学术的一种 简单的路径 应该这么走啦 因为由简易容易有成就 你这个也有信心 有基础 如果你开头就 啪啦弄的很艰难的东西 你杂乱无章 常常会失掉信心 信心以后 你这个学术的心灵 就被崩毁了 就不能往前进 这很简单 但是各位留意这一点 所以我就告诉他说 这个书里边的小细 这些都 三十几本 您就专门去翻阅小细 我告诉他 我写过一篇小细的 这个延伸发展的路线 给他做基础 然后他写成了一个小细的 这个研究和他的音乐 得到了教授 后来他得博士的时候 我说 还有一个呢 也是大家都没有注意到的 因为你懂音乐 我不懂音乐 就是 这个什么呢 取牌体与板腔体的研究 你要把它 完全融入 磁取系 取牌体 以 这个什么呢 施战系 板腔体 后来我就是 运用他的这个书 写了一篇文章 就叫 磁取系 取牌体 与 施战系 板腔体 龙书要义 补充他没有提到的 所以这里边的 就已经我提出了 亚熟的观念 亚熟的观念 各位亚熟啊 是自古以来呢 他就相提并论的 亚熟 到底哪一个先啊 我就说啊 亚熟 你怎么要论他的这个随先随后啊 是根本没有必要的 为什么呢 没有亚哪来熟啊 没有熟哪来亚 所以亚熟是相对立的概念 可以说是一体之两面 一体之两面 我们看起来好像 先有熟 对不对 再提升为亚 这亚已经够了 然后再从亚中 又生发出另外一种熟出来 所以熟亚 熟亚好像是这样 地坡前进的 地坡前进的 这个呢 从文学里边啊 我们的中国文学史啊 几乎是这样在叙述的 说文学都生于广大的这个民间 然后呢 文人涉略了以后怎么样 再提升为亚文学 亚文学到了 显得怎么样呢 显得过分的这个什么呢 高雅 不是一般人所喜闻乐见的 于是在民间 又生出来另外一种熟来 所以熟亚熟亚 是这样地乡推进的 可是我的观念呢 熟 是广大群众所需求的 亚呢 世上也是 许多人 他心中所要追求的 所以亚和熟呢 他是互相应称 互相并进又交化又互相延伸的 你比如说 你比如说 我们呢 的这个奇言体和长短句体 各位 看起来是奇言体比较简单 对不对 所以奇言体 后来就熟 长短句体 撑出错落 就音乐 语言的来说 比较 没有那么样可以掌握 所以他应当比较难 比较压 比较压 可是我们从实际的这个文学去追查 那 却是非常非常古老的岁月里边 所留下来的这些 这个文学的那种历证 却是长短句和奇言句呢 是几乎同时存在的 因为奇言是一种格调 一种韻味 而长短句是不是也一种格调 一种韻味啊 就像我们呢 日常饮食 你米饭 蔬菜 清淡 可是呢 你对于 鸡鸭鱼肉 是不是也有所需求啊 你一天到晚都吃这个米饭 蔬菜 是不是口中就淡出什么来啊 那你一天到晚都吃鸡鸭鱼肉 是不是也这个什么 就会显得太油腻啊 所以呢 两者之间可以互补有无 可以互相调试 这种现象呢 才是一个真正的现象 所以亚俗啊 他呢 看起来 感觉上 俗是比较容易的样子 亚比较满 可是俗之上 主要人类的需求 需要什么 他就会产生俗 所以表面看起来 俗的 和表面看起来 亚 男的 那只是彼此之间的某一种 这个概念的分野而已 实际的存在呢 我认为他是同时并进的 同时原生的 因为人类都有 两者都是他的需求 他的需求 而这种现象啊 观念呢 我们历朝历代看起来 也都一样 也没有说 哪一个这个什么呢 哪一个时间 哪一个空间里边 只存在的数 往后的空间 在存在着这个亚 而他们是齐头病症 交错互相感化 而延伸的 这才是一个势力的这个现象 而且呢 当两种不同的现象 已经交化以后 它往往就合流 而产生了彼此之间 都互相包容的新 新的这个元素 新的这个现象出来 而这种呢 也是同样 受到这个 广大群众的一种需求 如果明白了这些啊 那么我们谈这个 亚俗推移的这个现象啊 只能 划分什么呢 一般人 广大的群众 公认它为俗 广大的群众 公认它为亚 那么亚和俗之间 是怎么样去 去这个 以时并进 怎么样交化 交化结果 产生了什么 只能这样来这个 加以考察 而且亚和俗 是对比出来的 是被人把它分出来的 所以 你在今天是俗 过一阵子它可能就被认为亚 对不对啊 我们拿音乐来说 像 我们有所谓 亚乐 对不对啊 亚乐 然后有所谓 俗乐 那么亚乐 所以 在古代 是不是八音客协的那个什么样 钟啊 庆啊 这一些八音 八种不同才子说 做出来 也就是庙堂之乐 有边钟边庆的这些雅乐 那民间的 流传在民间的 他可能就说 就说是俗乐 汉代的雅乐 是指称怎么样 先秦传下来的 为雅乐 可是汉代也有没有 音乐是从西域那边流传进来的啊 他就西域流传进来 就变俗乐 好 这从西域流传进来的 到了 这个 南北朝 尤其南朝 就变成所清桑之乐 艳乐 艳乐就是饮宴喝酒所演奏的音乐 是娱乐的 而不是庙堂来祭祀的 所以雅乐 艳乐 艳乐就是俗啦 可是艳乐的清桑之乐 在隋堂 又新一波的怎么样 伏乐进来 这清桑之乐就变什么 变雅乐了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流传在全州的这个南英南館 你现在敢说南英南館就俗悦吗 不敢说 因为他非常优雅 对不对 可是事实上他是隋堂 尤其唐代 在维吾瓦阿仁那边的 我们现在来说 那当然 比起我们现在所谓的雅乐昆渠 要怎么样 又更高雅 类似这样子 我们现在所谓的国乐 我们现在所谓的国乐 是不是也属于雅的啊 而国乐各位知道 在以前也是民间的俗乐而已 在他文学来说 诗经里边的国风 在诗经的时代 只有雅宋才算雅 国风是什么呀 是民歌啊 可是诗经里边的民歌的这个正位之风 到后来就怎么样 诗已经成经了 经典的经了 不是经怪的经 成经典了 那些正风未风 谁还敢说他是民歌呢 好 汉代的岳辅诗 是不是各地方的风鸟啊 我们现在读汉代的岳辅诗 又是什么呢 古诗啊 古雅啊 所谓诗诵词缘曲也是一样的 也是一样的 所以这些啊 是雅俗 不只对比出来的 雅俗更有怎么样 古今的一种定位 不同的定位 那我们今天 谈的这个呢 是佩馨啦 你们要感谢佩馨啦 佩馨把 我一篇那个接近 不到十万字以后 七八八九万字的文章 把它融受 让各位好读 但是这个呢 前边的这个目录啊 就是非常的简要 简要 你看八九万字所讨论出来的 其实就是这么样的 纲目几句话而已 可是为了达成这样的几句话 就必须要有八九万字的材料来正成其说 正成其说 就像啊 我们前两章礼拜 讲这个南曲细文 变化到传奇 是经过三话 对不对啊 三话 第一话是什么呀 别曲话 文士话 昆山水磨调话 这三话呢 你看我在 距离现在应当四十年前 我就提出了 因为我看的就是这个样 可是要把它正成其说 我后来 不知道过了多少年 才写一篇 这个三话的直辨的举例 我把它三话 调理化 另外我一个学生叫徐子汉 他看了两百多部的明传奇 从明传奇里边 的有关棺木 就是情节 还有角色的运用 还有这个曲牌套曲的结构现象 去寻找这三话的 这个 这三个方向寻找三话的 这个知识马迹 他也花了不少年 他又从这个什么呢 正德南巡所产生的 这个思乎周集团 这个曲家集团的这个产生 开始文人大量参与这个创作 这个观点呢 是以前所没有的 他又从这个 以前大家运用的 这个重要的材料 加上他发现的一些 比较次要的材料 把它推测呢 像我当年定位的 在南宋的 这个 呃 光宗 光宗 什么西啊 邵西年间 邵西这四年 邵西年间是 可以定位 毫无问题 大西已经成立 但是他从其他的资料 可以把这个 在邵 在这个光宗 邵西之前 应该提升了 二十几年有吧 嗯 你提升了到哪 哪 又提前大概多少年 大概 主要是提到 北宋高中废教坊的时候 不 大西的完成 对 大概提到 上西是一一九零 我大概提到 一一六一 大概长三十年 对 又提升了三十年 那我又最近 写了一篇 这个勇家杂剧的 可是我政绩不足 但是他的现象 是很值得注意的 所以学术是这样 累积慢慢 慢慢演成 但是他的三化 这个概念 是 是依旧存在的 譬如说呢 我当年在推动 这个 鸽子戏的时候 那台湾哪一个鸽子戏团 重要的鸽子戏团 我不认识的人 所以我这样 从 宜南 羅东一带的 还存在的地方 鸽子小戏 丑办鸽子戏 原始型的鸽子戏 调查 我用我的学术眼光说 这就是鸽子小戏 原始型的 然后 就把我调查 所得的 当时我主要在推动我们台湾的 传统艺术文化 提升他们的地位 让艺人有什么 可是 也在这个里边呢 我观察到了现象 所以我写了第一篇 中 台湾鸽子戏发展史 就台湾鸽子戏的发展已变迁 我提出来老鸽子戏 野台鸽子戏 内台鸽子戏 大型鸽子戏 然后鸽子戏的转型 为电影鸽子戏 广播鸽子戏 电视鸽子戏 这位转型 然而为现代 我提倡的 那是我和和洛 精致鸽子戏 像这样的架构 现在两岸写鸽子戏时的 离不开这个架构 它只是在充实或者补局里面的 所以随俗有时候呢 是要长江 这个后浪接前浪 这样呢 来完成的 那么这篇呢 就是 从这个康明代 万历以后 聚坛的现象 来看出呢 他非常这个聚坛里边 整个发展 互相推移 互相竞争 相当纷扰的现象 梳理出 他的一个没落 在这样的没落里边 可以看出 广大的群众 和 执掌 戏曲 牛耳的那些 文人 四代夫之间 他们各自的喜好 所产生的冲突现象 冲突现象以后 又产生了一个新的境界 然而呢 俗因为是广大的群众 所以俗的浪潮 一坡推进一坡 而亚呢 已经定于一尊了 定于哪一尊呢 就是 昆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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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自己在推移 这样破烂之下 自己慢慢就 来 艺术 形塑自己 随便呢 转型为 哲子系 而这个 俗的这一方面 慢慢 归趋 慢慢自我随便 中和 终于形成了 后来 独霸巨坛 这个刘伯全国的 所谓 京剧 所以这两个雅熟的 这个 这样的这个什么呢 推破柱南 一个形成了 这个中国戏曲 剧种里边 可以说艺术最灵念 的折子系 一个形成了 亚俗共赏的 京剧 可是当京剧开始 又什么样 也 没那么剩的时候 也开始像什么 昆句的折子系 学习了 折子系 所以现在的我们所看到的折子系 事实上是什么都有啊 昆句和京剧都有 简单说就是这样子 那么这时候里边的俗呢 是从奕阳枪到陕西邦子到京腔到四川邦子 然后 CPR法 经过这些立场 然后 经济 困惧 的一个 互相这个什么呢 互相斗争 又互相推演的现象 好 请各位呢 看看讲义啊 第一 明家庆 自清康西间的夕齐亚俗推移 这里边 长达多少年呢 你看家庆就45年 还有 万历 就四十七八年 康熙 就六十一年 对不对 其他比较短暂的 顺治十八 还有这个 嘉靖 和这个什么 农庆 农庆有七年 对不对 然后 又 万历 那 泰昌只有一年 万历 自这个什么 崇祯间 是什么 天启 天启 天启也只有七年 七八年 所以加起来你看 也有这个 一一 不到两百年 很长的时间 那这个很长的时间 呢 其实就是 腔调聚重的 亚俗推移 各位 可见在这个前眼里边 因为他龙书 所以里边有无事啊 乙事啊 什么事 就那个文章啊 结录下来 你们上下文 就不太清楚 必要的话 各位可以 去 看这个 原文 这个原文是在 国家出版社 我有个书叫做 戏曲 雅书 推移 还有 折子戏 还有 这个什么呢 主要 有三个 重要内容 就谈折子戏 还有 这个 刘派 就戏曲 刘派 戏曲 折子戏 和戏曲 雅书 推移 这三个论述 其他还有 那么从这一段话 各位可以看出啊 我呢 对一个问题的探索 首先对于什么呀 那个 名义的问题 对不对啊 名义的问题 你要谈 花布 和雅布 因为 从文学史 戏曲史 戏曲史 长久以来 大家都说 乾隆年间怎么样 花芽 增横 花布 雅布 增横 那我们要把它说 这个花布的花 就是我这里所说的俗 对不对 这个呢 所以对这个花字的考察 你看 用了不少的时间 然后说这个花布的花 不是一般人说花梁 什么花旦的花 而事实上是五花八门的花 是比较离俗繁杂的意思 然后再证明呢 这个花布的内涵 实质内涵 就是合乎我们所谓五花八门 因为它有包含很多腔调 对不对 它腔调众多 而且它呢 比起昆山墙来 是俗以这个什么样 是俗的 好 在这个呢 我们另外 还有一个 第二 我提到我的一个老朋友 叫做徐福明先生 他对于这个乱谈的考证 什么叫乱谈 这个乱谈呢 他花了这篇文章 花了大概两万多字 结论呢 和我一样不一样啊 完全一样 完全一样 那 他当然呢 就学术立场来说 他可以说啊 是 把所有的资料 把这个名词呢 怎么来 那么大家运用的 内在意义是什么 说的 那我只是怎么样 乱谈 乎乱谈作 就是 可以说呢 很直接 而 直探它的核心 所以我要告诉各位说 有什么问题的处理啊 不要这个什么呢 求之过深 对不对 不要求之过深 事实上乱谈 就是这么简单 那学者呢 常常犯了 以前做深 去探讨 费的功夫很大 那对于这个呢 我们往下谈呢 必须要 回 回顾一下 明代的人 开始呢 现在 对于这个歌唱艺术 已经注意到 那歌唱艺术 就要注意到 语言的问题 因此又发现 因为每个地方的这个方言呢 他南腔北调 对于这个戏曲歌唱 产生的重要影响 所以从明代以后 就形成了一个什么呀 腔调的问题 腔调的观念 因此呢 明代以后 在戏曲剧中里边 由原来的体制剧种 变到怎么样 又延伸一个 腔调剧种 腔调剧种 那这时候的腔调剧种 总共有四大声枪 一最 就是什么呀 海原枪 易阳枪 鱼瑶枪 和 坤山枪 和坤山枪 但实质上 还有一个 不太被注意到 而实际存在有 知识码 极可行的 就是 温州枪 所以 明代应当是有 五大声枪 最早是 应当是 温州枪 然后 海原枪 鱼瑶枪 亦阳枪 亦阳枪 坤山枪 这五个枪调 因为温州枪 它后来就被其他地方枪调所埋没了 所以被记载在文献里面就只有四个声枪 那么这个四个声枪如果我们从亚俗的观念来看的话 俗以俗的是什么呀 俗以俗枪 俗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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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于俗枪后来也有被俗枪所含坑了 代表 俗的 就是俗枪 俗枪 海原枪 后来也被坤山枪所含坑了 所以海原枪慢慢就消声匿迹 所以代表 亚的是什么呀 变 这个坤山枪 所以明代的这个四大声枪呢 拿亚俗的观念来说 以遥一阳为俗 海原 坤山 为亚 后来呢 特例突出 彼此 增进的 就是 一阳枪 和坤山枪 这个 第一个观念歌要有 那么这个 在这个演言里边 各位有没有看一段很重要的话 哪一段呢 就开头这几句 也就是说 戏曲 它在这个时期 变化怎么样 开头的时候 这个花牙之争 这是一件大事 对不对 一件大事 而这个大事 推移的时间有多长呢 在百年之上 在百年之上 巨坛的盟主 有没有 转换呢 原来是明代 熊 熊 熊把圆明两巨坛的 体制巨种 转换为什么 转换为 转换为 腔调巨种 也就是由 磁曲细 曲牌体 转换为 什么呀 施战细 短腔体 原来 组长 剧团的盟主 是剧作家 转换呢 为 演员 中心剧长 这些变化很大的 所以像各位啊 如果呢 你们 要来 这个什么呢 一个题目 你开场 要给人一个怎么样 响亮 还有 一点震撼性的 意义的 就类似这样的写法 哇 这么重要 那还了得 所以才会往下看 前边这几 这二十六行 六行里边 各位知道 这个文字的力量 有时候怎么样 单行的 和对我双行的 哪一个力量大 对我双行的 中国语言 文字里边 有对我的 力量就大 所以运用的也是 这个对我 这个也各位留意一下 好 这么一来 以后啊 明家静 我们第一章就写了 明家静 住清康熙间的 戏曲雅实推语 那么最开始上场的呢 是戏曲雅实推语 已见家静间人住述 家静间人 家静间人 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了 那这个问题呢 我们所举的例子 举了很多这个例子 佩馨你把这个简单念一下吧 一 汐曲雅实推语 已见家静间人的住宿 梁晨云 足于万历十九年 则五十年来 已至崇祯十四年 这期间 昆腔教诸四平 易阳诸腔是显得衰微的 所以这时并有 顶刻石心 滚掉歌令 玉谷心黄 心刻灰板 何向滚掉岳府官腔斋锦席音 鼎气 徽齿雅调 南北官腔岳府 点板曲响大名春 新晋天下时尚南北徽齿雅调 新晋时尚南北新调摇天苑 新晋 精选古今岳府滚掉新词玉树音 等易阳枪系之 新阳枪语 徽齿雅调之 散出刊本 而且 徽齿雅调又以自称 雅调 又 名 湖文幻 取名类选 于 官腔类 北腔类之外 有 珠腔类 名其标家 取品 收 传奇巨木外 亦有 杂调巨木 都明显以雅俗为分野 而 珠腔 杂调之 之俗 虽已被重视 却尚不能与雅之官腔 北腔 和传奇并列 也就是说 在地方枪调分批杂成出来的时候 一般都承认地方生枪非常兴盛 那 可思论雅俗 还是 认为 这个 昆腔 或者 官腔 官腔 就是怎么样 用 这个 官话 官话 不像地方 这个 戏曲 是用 地方的方言 所以这个雅俗的观念 在当时候 已经 也有了 在宫廷里边的明万历 到康熙间 流行两个名词 一个叫 宫戏 与 外戏 那时候的宫戏 其实就是传统的 那传统的就是 北曲杂劇 因为北曲杂劇 在明代呢 还在宫廷里边流行 北曲杂劇 比起这个南曲细文 南曲细文真正先盛 是在 是在 明代这个什么呢 武宗正德以后 才慢慢起来的 所以 一直到 明万历年间 就明神中万历年间 宫廷里边 所演的 传统戏 还是什么呀 北曲杂劇 他们就叫 宫戏 可是 因为外戏 外戏 就两种 地方枪调的戏 枪调剧容 他们进来 就是 昆山枪和 易阳枪 所以 易阳枪和昆山枪 在 这个万历年间 它就合称为 外戏 那么 在宫廷里边 各位想一想 认为北曲杂劇 为什么呀 为雅 还是俗啊 为雅 民间的 这个什么呢 流行的 这个昆山枪 和易阳枪 它反而是俗 所以我说 雅俗是怎么样 因不同的时代 不同的现象 它那样是会 变化的 那么到了 康熙年间 别曲杂劇就没有了 而它的功细呢 就变成 原来的 原来的 外戏 就变昆山枪 易阳枪的 增衡 那请问 昆毅之间 哪一个 它又变成雅俗啊 当然 昆山枪就变 雅 易阳枪就这么 变俗了 变俗 那这样的一种 亚俗 的观念 终于就形成了 什么样 一个新枪出来 就叫 昆毅枪 昆毅枪 就什么样 争了半天 结果河流了 这种现象呢 你看 我们的民族 是不是也有 大融合的现象呢 五胡乱法 结果呢 我们中原地区 慢慢地 形成了一个 民族的大融合 蒙古人 统治了中国 一百三十年 结果呢 蒙古族 也有许多 汉化的成分 蒙古族比较顽固 所以现在他们呢 没有完全被同化 可是满洲人呢 终于就被同化 成为大汉民主的 这一环了 那这个腔调呢 在 这个康熙年间 易阳枪和坤山枪 争衡的结果 就变成了 坤毅枪 现在的坤毅枪 还保留在哪里啊 河北一带 就北方坤郡 也就北京的 这个北方坤居院里边的 所谓坤居 事实上就是 坤毅枪的合理 那么 易阳枪呢 因为直信接近 怎么样 接近南起来北起啊 接近北起 比较高亢 所以易阳枪到了乾隆以后 和坤山枪又产生一个对比的观念 易阳枪比较高亢 而坤山枪 而坤山枪比较 这个 这个 螺密 因此 易阳枪被改成为高枪 而坤山枪被改成为低枪 这样这个低枪呢 这个低枪呢 是建于江西和湖南 这个四川这一带的 而高枪呢 就比较普遍 易阳枪就被改成为高枪 所以乾隆以后的高枪 是实质上的易阳枪 这个在学术名词啊 如果不弄清楚 常常是什么 我常说的这叫做 一名同始 对不对 名字是不一样 但是呢 内涵事实上 一样 我们常常 弄不清楚 就被混淆不清了 那么在乾隆年间啊 因为乾隆呢 可以说 是亚俗的一个 分批杂成的 交相这个 竞争 征衡的这个 最厉害的时代 我又把它分作几个阶段 第一呢 叫做 昆经之亚俗推 各位 这个经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经枪 经枪 那这个经枪又怎么来的呢 就是康熙间的易阳枪 一阳枪在北京慢慢进化了 慢慢进化 成为乾隆间呢 康熙乾隆间 北京腔调剧种的代表 那有音乐家 去给他这个什么呢 梳理 这个 提升 所以就形成经枪 这种经枪流传在 在这个王府 所以叫王府经班 这个清王府里边 喜欢易阳枪这种枪调 而这个什么呢 在这个时间 就乾隆早期 康熙木齐 这段期间呢 是京枪独霸 什么巨坛啊 独霸这个 北京巨坛 所以这时候的昆枪 就和谁在打对台啊 和京枪 昆枪啊 不管和哪一个新枪调 打对台 请问哪一个势力会比较大 都是新兴的 昆枪怎么样 总是居下风 可是我们昆极呢 很有趣 他很有韧性 很有韧性 他和你打了半天 结果你 被别人所取代 我们昆极还 依旧存在 所以上擂台的 是换不同的这个 比较俗的这个枪调 上擂台了 昆枪又被打 但打了半天 他剩一下子 又一个新的什么呀 新的这个擂台所 新的这个地方枪调来了 又把那个什么呀 把京枪打下来 变成他又汉 昆枪又对打 那昆枪又不如 总而言之昆枪每一次都不如 但是站在楼台的里边的 那个 雅的这一部 永远是昆枪枪 那些 熟的这部 一个一个轮番上台 结果是什么 好 你一扬枪和我打 结果变昆一枪 京枪和我昆枪的打 结果就变成京昆枪 昆镜 然后呢 邦子枪我们往下 一个一个都是 都采取这样 轮番上台的这个现象 这是很有趣的这个现象 所以昆镜之雅俗推移啊 是 世上还是异扬枪的怎么样 延续 好 这个 京枪赢了 昆山枪 结果呢 结果呢 又来了一个新剧种 陕西邦子 陕西邦子呢 他 第一个被称为乱谈的 就是陕西邦子 所以陕西邦子是第一次用乱谈来称的 文人来称的 他先和谁打啊 和京枪打 京枪就被他 打下来了 可是这个陕西邦子呢 真正把京枪打下来的 是另外一个陕西邦子 这个陕西邦子呢 是用这个管乐器 管乐器 以这个吹枪啊 为主体的 另外一个陕西邦子 就是在 在这个 四川 就是四川邦子 四川邦子因为呢 他已经 形成 施战系 板枪体的 这个形式 那个 领头进来的 就是赫赫有名的 哪一位啊 魏长生 魏长生 他进入了北京以后啊 哇 了不起 风尼这个巨坛 把京枪也打下来 把这个什么呢 陕西邦子也打下来 各位要知道啊 陕西邦子呢 他 原生里陕西的时候 邦子是他的 打击乐器 所以我们称他为邦子枪 但是这个枪调要呈现出来 我们说过要什么 载体 对不对啊 不同的载体 腔调的直性不一样 而这个邦子枪呢 居我考察 同时有两个不同的载体 一种就是李志诚喜欢唱的西调 就是小调 长短剧的小调 以这个西调做载体的邦子枪 他是用管乐器来办做的 所以他就后来发展成为吹枪系统